这一款也是他们家的Christmas的一个献祭产品 年年都会有 我之前有在网上看到别人说它特别好吃 我女儿她盯着这款已经盯了很久 哇好可爱 哦它是这样子说 它说break then open OKOK我懂了 那我先来break一下 我吃个巧克力之前我已经燃烧了10卡路里 要不要做的那么可爱 它是一片片的巧克力 里面什么也没有啊 它有一点橘子的香气 没有任何的夹心 也没有让我觉得好吃到要昏过去的感觉 这个的话五分里面 对不起我大概只能给它两分吧 就是这样子一个橘子形状的巧克力加了一些橘子味道的香精 包装稍微漂亮一点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 这样子是这样子而已 那我们再继续 这是他们家每年Christmas都会推出来的Calendar 这个Calendar它是给小朋友做圣诞节倒计时的 它背后的设计是从12月1号到12月24号 比如说今天是12月4号 他们做一些很有意思的手工 那针对这一个圣诞节倒数日历呢 我有专门做过一期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那像这一版在这之后它还会有一些游戏 反正就还蛮有意思的 所以每年圣诞节前期我都会给小朋友背上这样子的一两款圣诞节日历 有时候也会多买一些给周围的小朋友送一送 大家都蛮喜欢的 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款 这款其实就和美国的Cheetos是同一个路线的 所以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对比 但是它的成分会比其多更加好一点点 比如说它里面会用到一些姜黄粉 同时它这里面用的油是Experia Press的Vegetable Oil 就是比我想象当中的油要好一点 虽然它也是蔬菜油 但是它是通过物理的压榨性是出来的蔬菜油 因此那安全性就会更高一点 这款是我家女儿她超喜欢的 有点像Cheese的口感 就是Cheese哦 它的味道会比Cheeto要淡一点 没有那么咸 如果你要问我喜欢吃它还是喜欢吃Cheeto 那我更加喜欢吃齐多 或者说喜欢吃我们美国的Cheeto 那个口味更加重 但是它也不难吃 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淡口的 让你吃不腻的那种感觉 5分里面的话我会给它3分 没有什么出跳的 但我女儿喜欢 我们还有拿一袋这个Puff 这个Puff我当时非常非常非常不想给它拿 它里面用到成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比较糟糕的 它用的油也不好 然后它也会用到一些Modified Food Starch 就是Anyway就是有转基因过的嘛 而且它也是玉米制品也不是Ogenica Anyway就是它的成分里面就是坏到让我觉得不能再坏了 但是说实话它的味道真的还蛮好吃的 我女儿当时说妈妈你看我们现在都不到外面去吃饭了 我们吃一包这样子也没有关系 然后就看着它那个渴望的小眼神 我就觉得那好吧那就买一包吧 这个Puff呢它非常的松软 然后它的那个cheese味道是淡淡的 就非常非常的刷嘴 不知不觉你就可以吃掉大半战 它就是有种中国的古世闻里面的满物细无声的感觉 就是这样子的一种一种意境在 五分里面我会给它四分 但是它的成分真的很烂 如果你把健康放低的话 我觉得你就不用去买它了 这一款是吹的就今年新出来的宫宝鸡丁mochi bo 据说非常的好吃 打开来一盒里面有八个 我们在烤箱里面烤了一下 我是涂切开来但是太硬了 于是直接咬了一口 可以看一下内馅 它有一点像广东的那种咸水饺的感觉 只是它里面的馅更加的咸一点 然后它做成了圆形 说实话我并没有吃出宫宝鸡丁的味道 然后我觉得咸水饺比它好吃 但作为方便快手的点心 它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说到宫宝鸡丁呢 就不得不提他们家 在那个冷冻产品里面 我最最最最最最最喜欢的 就是这款宫宝鸡丁 我还买过他们家的那个orange chicken 就是橘子鸡 真的和这一款不能比 他们家的宫宝鸡丁就是做到那种 这个鸡它是做到那种肉块 外面非常的酥脆 然后里面非常的鲜嫩 非常的好吃 除了不健康我挑不出任何的毛病 然后呢它里面会配有两包 sauce 一般心我们家只用一包就够了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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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下饭 所以疫情期间我们家通常都会备些 因为现在不能下餐馆了嘛 那么这些就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生活上的慰藉 这个真的是超棒的 我强烈推荐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这一款是他们家的giant corn 它一定就是转基因 但是我家的小朋友他很想试试看 你可以看它的玉米那么大一颗 真的是超大一颗 你看和我的拇指一样大 这个好夸张哦 它是咸的不是甜的 我本来以为它是甜的呢 它很硬很硬 就是硬到那种 如果你多吃一些会让你塞帮子疼的感觉 但是我自己蛮喜欢的 它越吃越香 它的玉米口味我觉得不重 但是我很喜欢它那种嘎风脆的口感 我们不论成分OK 不说成分的好坏 就说它的口味的话 5分里面我会给它3.5分到4分 是我自己蛮喜欢的 就是淡淡的咸 但是非常非常的香 最后最后 还有一罐这个heavy cream 那这个heavy cream是我家里常备的 它可以室温保存 它不是有机的 最主要是因为 有机的这个heavy cream 有时候用完了 然后我突然要做蛋糕了 家里没有就很麻烦 所以就会常备一些这种 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Trader就好 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 拜拜